好久不見 思思我們先坐下 先跟我們直播間的朋友打個交互好不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路斯 路斯是最近在忙什麼 因為我剛才在上面做直播的時候 可能直播間的朋友看不到 你全部都是你的粉絲 我居然還看到一個八歲的小女孩 然後長得還有點像你 然後真的是 但是我們剛才開玩笑說 是迷你版的你就特別可愛在那 因為我好多粉絲其實年紀都很小 因為你就很小 對 那我也帶到粉絲 就是替路斯再問些問題 因為剛才很多粉絲在問說 最關心就是 路斯最近在忙什麼 最近就是在劇組拍戲中 對 在拍胡同因為你們應該也知道了 對 拍了胡同之後應該就 又回到橫店了 胡同裡面拍的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嗎 嗯 就是一個 一個女孩她在 就是我們這個 黨成立的時候 她的一些改變 包括她去做的一些 事情 像是在胡同裡面為人民服務 做了很多一些細節的事情 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講說其實也有 像我這種平民老百姓 也在為社會做貢獻 分獻自己一份力量 對 這個跟你平時演的角色 真的是差別還蠻大的 差別挺大的 因為我第一次演 演這種戲 所以我就還是壓力還挺大的 但是大家其實 因為我看過你演的戲 我覺得你是一個非常有靈氣的演員 我相信你其實在不斷的成長 在不斷的感悟過程中 其實不同的角色會給你不同的一個感悟 然後第二部呢 我之前已經聽了好多人在說 超級期待 就是 心悍燦爛 對 因為跟你的老搭檔 吳磊 也不算老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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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吳磊滴滴其實我也很喜歡 基本上你們兩個年齡相當 外表真的 哇 真天造地色 地色的一隊 真很棒的一隊 就我們卡伯港很強 所以大家其實對這部戲呢 是非常的期待 你是不是也跟大家透露一下 這部戲 你演的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然後大概是什麼時候會開機啊 什麼的 對 因為就是等胡同拍完之後 然後我就 去到新漢了 然後呢 這部戲呢 我覺得他 我看完劇本 我覺得特別特別的有意思 怎麼說 他是一個古代的留守兒童 就我這個角色 陳少商 他是一個古代的留守兒童 然後其實會 他在大宅子裡面發生那些事情 其實跟我們自己家裡很多 一些家常事情很像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雖然是留守兒童 但是就是留守兒童 可能自己 就是怎麼講了 會更敏感 然後在那個社會下面 去生存可能更需要很多的勇氣 所以是一個升級打怪的這樣的故事 對 是的 一個升級打怪 因為他他留在家裡就會有很多的其他的親戚 嗯 對 但他的性格就其實最開始是不太受待見 嗯 所以慢慢的會成為成長成一位 怎麼說獨立女性的這樣的一個影片 對 會 因為也會有一些很溫馨的 也會有愛情 然後也會有各方面 很期待啊 我相信直播間的朋友跟我一樣都非常的期待 其實說到露思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看到她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一個非常陽光的女孩 因為 就你的一笑吧 我覺得世界都燦爛了 就很開心 哈哈 人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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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沒解到 開心 但我想問一下 你自己覺得你生活中是什麼樣的性格一個女生 就 如果說你演的目前的一些角色裡面 有沒有一些角色是跟你現實生活中會比較的接近 有嗎 其實都不太接近 都不太接近 對 就是因為我 我是一個 我是天�蟹座 對 然後我其實是個比較理智的人 真看不出來 對 這個跟你的外表完全不一樣 動演的角色也不一樣 對 是個比較很理性的人 你其實生活中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天啊 這真的 這個應該是所有 怎麼講 男生的殺手吧 就是外表是一個天使很可愛的女生形象 但內心其實你跟你說 你自己有 比較男子漢的一面對不對 其實還蠻理智的 他們 基本上他們都把我當男的 對 男演員基本都把我當男的 就男性朋友 就成了 完了成了哥們了對吧 對 有的時候稍微輕輕一點說話 啊 你怎麼這麼女啊 嗯 但我覺得這樣的性格可能跟招人喜歡 那說到 拍這兩部戲 那我覺得就是演員啊 說實話 我經常看到演員呢 就是在拍這個機場接拍的時候 我就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機場接拍的一些照片 後來我就發現了 這可能是你們一種生活方式 就是你們基本上是去機場的路上不同的城市去拍戲 也或者是在機場的路上去不同的活動的一個現場參加活動 所以在生活中的時候是不是坐飛機是你們日常生活中很常見甚至是很常態的一件事情 是的 就是因為要到處出差嘛 對 不是只帶在一個地方 那說到出差的時候必須要帶的一件單品 哈哈哈哈 我們就把主題來了 主題來了 你覺得自己家裡面有幾個remoa的箱子 這個我就是覺得這個設計啊就讓人覺得就是不斷的要買 然後也停不下來 而且你會發現什麼時候多人用的當然 因為它不停在出新色 然後你就會覺得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也差一個 這個顏色也差一個 我現在應該有六個了 有六七個了 那你覺得remoa這個箱子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你這麼喜歡它 我覺得最吸引我的一點 就是它顏色非常好看 顏色非常吸引 對非常吸引 然後你不覺得還有一個用途就是它真的可以收 真的很多東西 然後你會發現 因為你知道吧 這個行李箱吧 移進了機場吧 這個命運呢也不是受人所困 就是它有它的命運 就基本上你知道行李箱有時候就是 他們工人就是在搬運工在提這個行李箱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難免會出現一些碰撞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remoa的箱子 它真的非常棒的一點在於說 它可以保護你箱子裡面的一些東西 保護得特別好 而且它還耐壯 就是你用了多久以後 你會發現 它不壞 你發現沒有 對 因為我有一個箱子用到現在應該有四五年了 沒有壞過 沒有壞過 因為 因為我不是聽說壞了可以換嗎 哈哈 對 對對對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用到過 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對不對 那其實說到收納這個問題 這個可能是很多女生朋友可能想要向你討教的 因為我之前發現一個Vlog裡面 發現你是一個打包的一個高手 對 就是因為你知道你可能去恆店一路住就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兩三個月需要的 所以通常來講 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打包這個箱子裡面收納有哪一些的細節是需要去做的 其實我特別喜歡把所有東西都歸成一個小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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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是衣服的話就會把它全部捲起來就像壽司那樣 哦 想像一下 腦補一下 就全部捲起來 捲成壽司那樣 它會比平攤著這樣疊會捲得更多 因為你會發現它連箱子的這些四角的邊邊角角都可以利用上 所以就是它收納的空間會更多一些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大家就很喜歡 我覺得這吸引你的是第一個你剛才說的是顏色很細膩 那第二個那就是它很耐用然後收納的空間非常的多 好那說到這個顏色呢不得不提我們今天晚上的主角就要出場了 你知道今天晚上其實是我們這個雷莫爾的Leon的系列裡面全球首發 哦是嗎 所以你真的是全球首發官今天跟大家來分享 先說說看這個雷莫爾箱子因為這就是我們的Leon跟大家見面一下 你還有兩個顏色一個是清明綠一個是電光粉 欸露絲你居然是一個顏控的話 對 你先說一下這個行李箱的顏值 包括說它的顏色對你來說這麼重要 你剛看到這兩款顏色的時候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首先第一點就是覺得它非常非常的跟上了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時尚它是透明的 今年不是很流行透明的這個行李箱嗎 對 然後呢 其實去年就已經非常非常流行 火爆全球就是這個透明箱已經是非常受歡迎的 所以現在年輕人你喜歡透明的對不對 我喜歡透明的 你喜歡透明點在哪裡 因為我之前有看到過我很喜歡買那個玩偶 然後對然後我會用這個透明的箱子把那些玩偶都裝起來 就很適合就是拍照啊什麼的 這個我覺得非常棒 這個就是我覺得瑞莫瓦很適合當下年輕的那個心態 就是你不覺得在機場每個箱子其實是代表你自己的一個態度 然後你會說你不用擔心說這個箱子在機場茫茫人海當中你找不著 因為一眼就可以認出 對 然後你喜歡那些玩偶在這兒我就覺得哪怕是跟你一樣的相似 關鍵是就很多人不是經常把箱子認錯嗎 對 這種透明的也就能看出來 你的動物是誰的東西 東西是誰對不對 對 那再說喜歡再說一下這兩款顏色有沒有你自己覺得是你更偏愛哪一個顏色 我更偏愛這個 電光粉啊 對電光粉 是因為這個粉色是你自己心目中喜歡的一個顏色嗎 對 因為我就是在就是肯定是所有顏色裡面我第一選的就是粉色跟紫色 這兩是你的一個自己一個幸運色也是你自己最愛的一個顏色 就女生 比較好搭配 對 是因為粉色對於女生來講毫無抵抗力 那你剛才說到好搭配正好有個好問題要問你一下 通常如果說在街拍的時候或者在機場的時候大家都想看到這兩個顏色 你自己覺得你會穿什麼樣的風格的衣服 你覺得這兩款的箱子你可以很好的搭配得住 我覺得這兩款箱子都非常的時尚 嗯 我覺得還是比較適合酷酷的風格 就穿全黑啊 穿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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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今天玩欸給導演給的鏡頭 我發現 我發現你喜歡穿一些比較酷的東西 哪怕是很甜美的裙裝 但是你上面也喜歡穿一些靴子 馬丁靴 球鞋 等等這些 對吧 是自己比較有態度的 就會第一是覺得比較舒服 第二也會覺得就是 比較休閒的同時 這些單品也會 就像拿remover這個尿的箱子一樣 就會覺得比較時尚 對 點睛之筆 對 那其實剛才路斯說到這個箱子 要跟大家重點說 它真的時尚感非常的強 那其實呢 在這裡呢 順便也可以給路斯看一下內部的一個結構 因為剛才你有說到說 比如說箱子它是具有透明的 那就是可以看到 比如說你買的一些網偶啊等等 比如有些人可以放一些球鞋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到箱子裡面是自己的東西 可能有些女生就會覺得說 欸 透明的東西 那當時如果說我自己很隱私的一些東西啊 或一些比較私密的東西怎麼辦 在這裡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Linda姐到後面來 路斯你坐好啊 給大家看一下 哦 其實我們裡面是有這個收納袋的 剛剛已經放在這裡面了 跟大家看一下 可能需要 打開一下 這個 我覺得也是非常方便 路斯你看到嗎 對 這個就太適合我了 怎麼說 因為我就是 你就是一個打包控 對 我就是想把所有東西放在這種打包的這種袋子裡面 對 所以呢 其實導演可以給個鏡頭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說你想讓這個箱子裡面 比如說 欸 你覺得無所謂 就是沒有一些私密的東西 你可以就是如果把這個收納袋拿起來了 它完全是透明的 它其實有更多的空間去容納 那如果就像 我是一個打包控 我所有東西 比如說化妝品 我想放在一個地方 對 然後就是一些私密的一些 自己女性的一些貼身的衣物 你想放在一個地方 其實它也可以 之前這個收納袋 還得單獨買呢 嗯 現在 現在就 我們也是一套 也是要單獨買 但是 基本上就是 可以供大家 更多的去選 這個它是Size的剛好 它Size是王花全全 因為我們之前買的那個收納袋 它會有的 要不太大會放不進去 對 太小了會空 對 那這樣其實就會給大家 更多的一個選擇的空間 而且我覺得這個箱子很棒 在於說你發現沒有 它的這個手感的設計 包括裡面都是一些 我們這種亞光的一個黑色 然後前面就是你喜歡的 這兩個很棒的一個 時尚的顏色 所以整個箱子 我們從遠處看也好 或者從近處看也好 它其實真的是具有這個 很強的一個時尚感 也給我們其實整個箱子 整個造型感 時尚感 增添 就顯得會更加的 怎麼說呢 實用 然後具有這種時尚的表 也供大家就 比如說自己街拍的時候 等等 都很個性化 就放在家裡都很好看 嗯 好 那還有你知道嗎 露絲 我們其實還有送上一些標語 標語 對 對 就是特別之處 你喜歡在箱子上貼一些標語的 我特別喜歡 之前就會買一些貼紙 對 上面貼 你自己會買一些其他的一些貼紙 在自己的箱子上面 就比如說去每個國家可能買一些不同的 因為之前就是還是會有就認錯箱子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有時候的箱子都差不多 所以的時候就會買一些貼紙 貼上之後覺得 這個箱子屬於我 那說到這個箱子 最後一個最吸引了的地方 其實也想跟拉露絲在現場為大家演示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箱子你知道嗎 它非常非常的輕 它可能比我們原來的那些Essential的系列呢 更要輕200克 它其實只有3公斤 所以你可以不可以跟現場的朋友 因為基本上女生呢 是當紙就可以把它給提起來 你可以試試看到底分量有多輕 我幫你拿這個 手很man 你的手指今天還受傷了對不對 man 對 就想跟大家說 你有個肌肉 有 你有鍛鍊嗎親愛的妹妹 沒有 我只是在紅店拍打戲而已 但是你居然已經鍛鍊 我覺得真的有耶 你這是第一次發現嗎 不是第一次 但今天我感覺它更大了 但是很多女生試試 希望你有這樣的一個現場 我已經變成金剛芭比 沒有這樣 金剛芭比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就是 你在現場展示你的肌肉 說說你平時運動嗎 不會運動 不會運動 但打戲就是很好的一個運動 打戲運動 就會練到腹部 還有這些肌肉 比較灰劍 所以肌肉會比較厲害 所以這個 不要惹我 不要惹你啊 所以這個箱子的重量對你來講 很輕很輕 非常輕 就是一個你毫無負擔感 對 毫無負擔感 而且裡面可以存在很多的東西 這樣就能更多裝一些東西 對的 所以今天晚上 做為 你還可以練練 你還別講 在房間裡面 你真的還可以做些 必利的一個訓練 那其實了解這麼多 你可能 很多朋友還不知道 就也很關心的是一個 它價格的問題 那關於價格的問題呢 先賣個光子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實惠 露絲你知道這個價格嗎 大概 我知道 反正比去年和火那塊箱子便宜很多 對的 而且這樣子的話呢 我覺得你在去恆店的時候 你知道我之前看過一個新聞 是不是 賓喜部之前去台灣開演唱會的時候 他準備了130多個的箱子 然後全部都是remover 然後我覺得 嗯 你去恆店拍戲的時候 其實你 你如果今天晚上 你要收納這兩款箱子的話 你其實浩浩淡淡的也可以提個七八個的箱子 對 對 美摩瓦的家族 不同的一個型號 不同的一個尺寸 不同的一個尺寸 哎 我真的也是覺得在機場也是一道很亮麗的一個分景線 但我覺得這樣的話 就是 可能大家都是focus 想增 就是 走到哪兒就很明顯 對 然後他真的是很棒 因為我甚至覺得說 如果說有的時候你拍現代戲的時候 都可以帶了箱子路徑 都要那個機場 你知道 其實有想跟大家說 因為 路斯已經來到我們現場 你知道在好萊塢拍大片的時候 那些電影大片 像是大家比較了解的 要史密斯夫婦啊 007啊 亥克帝國啊 只要電影裡面需要機場 需要箱子的時候 導演就是一律選擇雷摩瓦 當然 因為他那個時尚感就是非常的強 就是高級 高 耶 路斯 你這兩個詞就是點到了重點 那今天呢其實非常非常感謝啊 路斯來到我們這個雷摩瓦的天貓的旗艦店 跟大家分享我們這個全球首發 Leon的這個系列 那也在直播間呢 最後的時候 跟你的粉絲說些話好不好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 我覺得今晚大部分的姐姐都聽你說了 留點時間給你跟粉絲說話好不好 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很久沒出來做活動了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那個是很很久從劇組出來之後 然後再跟大家見面 所以非常非常樓下的粉絲們辛苦你們了 然後我們下一次活動再見 嗯也希望就是下一次活動帶著其他的一些新的作品跟大家見面 跟大家好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 好 謝謝謝謝 下次再見哦 拜拜 拜拜 謝謝謝謝太天心了 好的 拜拜姐姐